2022台北文学季以主题运转日常 我成仪式风景 即日起自6月9日期间展开系列讲座 户外走读 戏剧表演 文学特展 影展和书展 本次日日Good Day Talk也很荣幸受邀合作 台北文学季的讲座活动 另以Podcast的数位形式 邀请讲座中的通过身体系列主持人 徐欣怡针对讲座主题运转日常 和我们分享她如何在生活中 以运动饮食等方式建立仪式 找到安定自我身心的方式 让日常与非日常都能如常以对 欢迎回到日日Good Day Talk 我是编辑宇君 本集节目与2022台北文学季合作 欢迎名家讲座通过身体系列主持人 徐欣怡老师 嗨 哈喽 宇君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徐欣怡老师 请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在去年一整年的疫情期间 有没有哪些计划的变动 或者是你长期在居家生活之后 你意外关注到自己身心的状况 去年对大家来说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年 去年其实我也过得非常辛苦 就是我有很多案子 因为我离开了 我本来有一个出版社叫小猫流 但是我后来觉得写作可能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后来写作 但我有一些工作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突然的中止 我们谈到一半的合作就突然暂停 然后或者是 有一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有一些是因为都是我不可控制的因素 比如说我本来要出版一本书 然后我们都已经谈好了 然后我们也开始写 但没有写很多 开始写 然后有一些行销的计划 然后也突然中止 因为那个团队解散了 就他就解散了 然后我就有一个书的IP 但是我们谈有一个经纪人在处理 但是我们谈到后来 他突然也就中止了 就这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然后再加上疫情 再加上疫情影响我的案子暂停 或者是我其实常常 我还有很多工作室跟采访有关 我所有的采访工作都停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去年刚开始是一件 我觉得是真的超辛苦的 然后我本来都会去游泳 因为孙明老师说我要去游泳 运气才会好 那一年去年吗 没有我前年去孙明 我说你的2021年 没有就是我一生 都要很认真的游泳 但你知道去年疫情 疫情整整 没办法游泳 都不能游泳 我游泳就要来过期 我还一直在游泳池跟人家吵架 难怪去年那么不顺 对去年超不顺 对 我还没有想到这件事 对 但是就不能去游泳 所以就去年就一整个 非常非常的不顺 然后我的个性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是一个温暖的什么什么 但如果其实有看我的脸书 或者是认识我比较久 你都知道我脾气也没有很好 我这几年有修正 因为算命老师 我真的很明信 算命老师说 我不应该开暴冲这样 但总之呢 疫情当中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经验 所有的案子都停了 然后我以前如果觉得 情绪很 觉得很不安 或者是很焦躁的时候 其实我会去游泳 或者我会去跑步 我有时候稿子写不出来 或我真的心反一乱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站起来 去换衣服 然后去戴安生宁公园 跑个一圈 然后那种不愉快 卡住的感觉 就会消散嘛 可是去年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你又 因为疫情的关系 新闻你看了就会很生气 我其实都有忍耐 因为算命老师说 我不可以在脸书上暴走 可是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在开始在写脸书 然后就开始骂人 这样 结果你知道那段时间 我有很多朋友在做很棒的事情 就像林立青 林立青他们就发现 疫情期间不只是街友变多 女街友也变多 因为家暴 所以很多女性必须逃出家庭 然后他们可能就变成街友 立青一直在帮街友 然后去年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是 你知道小红帽 台湾其实还是有越境贫穷的少女 因为那天我就不懂 我就问立青 还有我去采访小红帽的人 你知道那些女孩是 他可能是比如说单期受报的妇女好了 他逃出家里 然后他养了两个女儿 然后他可能上面还有人要养 然后他可能是比较底层的生活 所以他的收入也不多 就租房子 所以他们可能 他又要养两个女儿 他又要养父母 然后他又要生活 又要付房租 所以他赚了钱 能够分配给卫生棉的 非常的少 其实有些这样他们家庭 可能妈妈跟两个女儿 共用一包卫生棉一个月 那我们很难想象 去年疫情期间 小红帽他们的 卫生棉的需求量 突然暴增两三倍 他们的库存都出完了不够 所以我们也有帮忙募款 或者是帮忙宣传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捐钱 所以就当我在脸书上 炸裂的时候 那个我的算命老师 就马上打话给我 他们也会帮医院送物资 或者是帮一些独居人送餐 因为去年疫情的时候 很多送餐服务都种植了 就他正在运物资 然后他又看到我在那边爆炸 他有马上打过我说 你不要在那边爆炸了 赶快来做一点事情 然后林立青不是也很忙吗 他在帮街友 他看到也就打回来说 小猫不要再生气了 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那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 对干嘛生气呢 应该要去做一些 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 就是在疫情期间 一定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但后来我也有去帮忙做便当 我去年疫情期间最后 好像应该是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 我就每天介绍一本书 反正因为所有采访都停了 工作都停了也没事啊 所以就每天在那边写书界 然后晚上就直播这样子 就做了一个月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件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机缘 跟很有趣的转变 就是突然意识到说 是可以这样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要生气的 吃饱睡饱人生不怕 然后里面写了很多 你面对生活的心情 跟调整方式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里面你有提到 越活越恐惧的自己 跟换了好几套衣服 都出不了门的自己 看到最后 有提到说 要成为穿越黑暗的围光 这个心路历程的改变 对照到人生不同的阶段跟事件 这些故事是不是 有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 影响到你的身体 那你是怎么去调试的 分几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书里面写到的那个 就是换了很多套衣服 都没有办法出门 其实那本书的书名叫 吃饱睡饱人生不怕 这是第一个选项 因为我跟编辑和行销开会的 那是我取的嘛 可是我其实提了另外一个书名 叫做做个没用的人也可以哦 可是他一秒就会否决了 他们真的很过分 他们都不听我解释 他们就说 我说还有一个书名叫做做个没用的人也可以哦 然后他们就说不行 我还没说耶 他们就说因为这不是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就是我做很多事情 我做同时做出版 我同时写书 然后我又主持podcast 我又主持广播 然后我很忙 所以他们说 小猫你超有用的啊 然后我想说 他们误会了 那这个书名真的不行 因为大家会误会我的意思 可是做个没用的人也可以哦 其实是我很想要送给大家的另外一句话 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都会有遭遇挫折的时候 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 我在讲说换很多套衣服都没有办法出门 我觉得那很 就是那还蛮典型忧郁症患者的状态 或者是有压力时候的状态 我当总编辑的时候 每个月都要看报表啊 所以每当要开会的那一天 就压力很大 然后你怎么穿都觉得 好像不太对 你就会一直换衣服 可是你那天本来不想起床 但是你起床了 这不是很厉害吗 你起床了 然后你刷牙洗脸换好衣服了 你虽然换了很多套衣服 但你出门了 你出门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 然后你开财报会被老板骂的时候 你还坐在那边 然后没有哭 或者是没有生气 或者是没有骂老板 你今天把你 所有不敢面对的事情 都面对了 都做完了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你并不需要要求自己100分 或者是很厉害 穿越他的围光 其实是在讲万芳啦 我很多年前采访万芳 我就问万芳说 那你刚好不去小巨蛋开演唱会 后来我才知道 去小巨蛋开演唱会是 他们是有名 你要核准的 然后他们每年都问万芳 然后万芳每年都拒绝 但万芳那天就跟我说 但是小猫 我唱歌又不是为了要去小巨蛋 他唱歌是因为唱歌是他表达自己 跟传达自己想法的工具 所以万芳那天那样讲的时候 我想说是这样吗 他跟我讲这段话 到他真正去小巨蛋 其实经过蛮多年的 然后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转变 我写那篇穿越黑暗的围光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们都会有很多内心的恐惧 比如说交稿的时候 你还是会担心说 自己写的好不好 对艺人或是一个表演者来说 要在台上表演 也是需要很多的就是能量 但万芳很好笑 他终于去小巨蛋的时候 他一站上舞台就哭了 我觉得那一瞬间的哭是 有多少的因缘聚合 才会让这一刻发生 他其实在讲各种缘分的前影 我看着他一个这么棒的歌手 然后他经历这么多人生的高低起伏 然后他还持续的在创作 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听他的情歌 可是我们现在都听他唱生命的歌 他唱我们不要伤心了 然后他唱忧郁症的歌 他唱很多很多的歌 然后唱生命的给你们 我觉得他很棒 我就看着一个这么棒的歌手 经历了这么多人生 不为人知的黑暗 但是他站在那里了 而且他不是变成一个艺人的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的万芳就是他自己 而且他的歌真的 我到现在都还会常听Michelle的第一天 我刚刚要来录音 我就会有点紧张 我就会听他的歌 他为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多美好 他是穿越这个黑暗世界的围光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穿越世界的围光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正好他背后都是黑的 他正在舞台上穿着白色的洋装 等艺术光带在他身上 会挑这出来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的确就是老师的书写都把 我们那些很日常 很根本不敢跟别人说出来的那一种 阴暗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真的是看一看会忍不住 觉得好鼻酸啊 因为有人懂我 像你说的就是 我已经起床就已经很厉害 我走出门很厉害 我坐下还不哭 那更厉害了 对对对对 我很好奇老师是怎么有办法办到 开始会去像这样子 去肯定自己每个小小的地方 不是吧 可是小弟老师说 我就是无可救药的射手座 乐观的无可救药 因为我觉得 我有天去他家我叫煎鱼嘛 然后我就跟小弟老师说 我跟你讲 我煎鱼给你吃 我煎鱼很厉害 可是他们家没有不沾锅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锅很沾 就那个鱼上桌 你知道我多丑吗 因为那个整个都丢锅 小弟老师就笑声说 哇小猫 我就跟他说 老师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鱼的头跟脖子跟身体 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他头还没有断 然后老师就觉得 这样也可以 我说对啊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是会煎鱼 原来如此 然后后来 没有我真的会煎鱼 我后来有苦练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我无敌乐观 然后我很早就经历 人生很重要的挫折 学考了三次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很难考 跟你们不一样 我一定要讲到这一句 我们那个年代非常难考 我考高中的时候就没有考好 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可以考得上第一次元的 就是公立学校 但是我没有考 没有考上 然后我 可是我在一个很快乐的私立女校念了三年 但由于太愉快了 所以大学就没考上 所以我大学考了三年 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人生的挫折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因为 当然重考的时候我是很不快乐的嘛 我才17岁 我每天都被关在补习班 可是 因为重考在第二年没有被关在补习班 重考在第二年都在放飞自我 读了非常多什么三岛游记夫啊 赫曼赫赛 我那些重要的书都是在我 重考那年读的 还有穿穿康城 我大概在 高四那年读 所以我高四太放飞自我了 读了一堆书啊 每天在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样子 后来就被我妈抓去补习班 我说你还是去补习好了 所以我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都是在补习班度过耶 但不会很快乐 可是 可是也因为这样 你会觉得说 人生碰到失败跟挫折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输了就输了 失败就失败 下次再努力就好了 可是下次一定要很努力 身心里面的不安定 老师很时常是会透过饮食 或者是运动来调整自己 那吃饱睡饱 人生不怕 这个书名是来自母亲的话 那母亲是如何养成您对饮食的讲究呢 或者说家庭是您喜爱美食的启蒙者吗 我妈很在意吃得好这件事情 太好笑 就我们都会吃甜点 吃下午茶 就去买漂亮的蛋糕 漂亮的饼干 然后我爸爸的口头禅就是吃不穷 我爸就说吃吃不穷 因为我爸是上海人 所以他们他就是 我妈妈在意的是精致的点心 可是我爸爸非常会做菜 其实我对吃饭的讲究 那书里面写了非常多道菜 但后来我发现 我不是写我奶奶就写我阿嬷就写我爸 我都没有写我妈做给我吃什么 因为我妈都做家常菜 就是笋子炒肉丝啊 肉片炒小黄瓜 那是下饭菜便当菜 然后有蛋脚提到我妈 可是我奶奶会做功夫菜 因为我奶奶是真的从上海来 我奶奶是一个到90岁 到来穿旗袍出门的女人 她很厉害就会戴穿珍珠香脸 就非常的优雅 我的童年不是太快乐 但是我觉得 后来去回想餐桌这件事情 是得到非常多宠爱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 我人生第一个印象是 我外婆飞着我去砍柴 我外婆住在苗栗乡下 他们在卖粽子什么的 所以她背着我去砍菜 然后我外婆家的鸡腿一定是我的 就是我看那个李平遥在写 《违章女生》 她讲说她阿嬷都会把鸡腿 留给她弟弟 说这个是给男生 这不是你可以吃的 可是没有我们家都是我吃鸡腿 然后小时候我如果觉得很难过 我妈每次把我丢到外婆家里跑 就是她工作很忙 她就走了 所以我外婆会给我一个银杖 然后上面撒满了汤 那就是食物的慰藉 就是每次哭的时候 阿嬷就会给你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奶奶是 她就会炖各种汤给我喝 什么烟肚仙啊 牛肉汤啊什么 她就会炖各种各种汤给我喝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喝汤 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不知道 烟肚仙是名菜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费工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贵 因为我回奶奶家就可以吃到 我在餐桌上得到非常多的爱 像我妈有时候她很忙她出门了 然后电锅里面一定会炖一碗 我专属的那个茶碗蒸 而且里面会放蛤蟆跟瘦肉 因为我身体不好嘛 所以她们就会觉得要特别的照顾 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搬移居到台北 我高中毕业就到台北啦 但是我有四年的时间住在花莲 然后后来才回台北 到台北会有 就是如果自己生活的时候 会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 或者是说有一些新发现吗 不过我超喜欢台北的 真的喔 当然花莲我也很爱 可是我高中 我是新竹人 然后我高中毕业想说 回家去台北台北太好玩了 而且我小时候常来台北 因为我奶奶在台北啊 所以我暑假都在台北啊 对 然后新竹跟台北又很近嘛 刚开始念大学 那一两个礼拜 就我的同学都 就是都是陌生人嘛 然后就会非常想念新竹的朋友 而且我后来在学校附近 找到一家很好吃的饺子馆 我就身心安顿了 然后到一个地方 先找到熟悉的味道 牛奶馒头 它的萝卜汤很好吃 所以宵夜也解决了 所以就身心安顿了 然后后来 我书里面有提到天元嘛 是我很喜欢吃的天元台菜 然后早上那家台菜 我就身心安顿这样子 我有一阵子坐在他们对面 所以我就跟老板很熟 就我有一天也是 夹班夹的天混地暗都十点 然后什么都没吃 然后路过田园的时候 看到他灯亮着 我就走进去 其实他们每个人脸色都很臭 就是他们在开会 很严肃 然后老板在骂人 就我一走进去说 我好饿哦 然后大家就开始张罗我吃饭 你知道 我觉得我应该也有食神做命 就是可是你知道 你就有那种 还是透过食物得到很大很大的慰藉 老师美食雷达很厉害 就你要 你是很常一试就中 还是你真的很常 这是有 这是有方法的 我告诉你 你们去看那个美食报导 或者是美食杂志美食书 如果他一直跟你说 这一间餐厅的气氛很怀旧 他的装潢如何如何的讲究 然后师傅多么的厉害 可是他都没有提到食物好不好吃 就千万不要去吃 然后我以前做国外旅游记者 在地人吃的一定好吃 还有就是 如果是吃饭时间 有时候吃饭时间 你不想排队或干嘛 可是我告诉你们 如果吃饭时间 你去到一个美食街 但那间店完全没有人 你千万不能去 因为在地人都知道他很难吃 那如果疫情期间 没有办法在外面 到处趴趴走跟吃饭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 就是老师自己研发出的 我还蛮会做菜的啊 所以 所以我就一直在 我每天都在家做得非常的愉快 而且其实我还是会叫外卖嘛 我那一阵子 我那一阵子 我去年疫情期间 吃了好多九宫格 我吃了什么喜来灯啊精华 而且我告诉你 我真的觉得赚到 因为平常那些什么 Aki 那些餐厅都贵得要命 你随便去吃都要两三千块 其他一个人 像山海楼 你平常根本就吃不起 或是觉得哇好贵哦 这样子要咬牙去吃 可是疫情期间 他们都会推出799的便当 虽然799你会觉得很贵 但是你要想你平常去吃要两千 而且可能会踩到累 但你现在只要花 有的便当甚至只要399 我那时候吃过最贵的 好像就是799还是 没有超过一千块 然后我们就是吃那种便当 我去年疫情期间 吃好多九宫格 超开心的 我还开直播耶 然后因为我会买 所以我太太就说 天哪 我们就算是封城封半年 我们家都不会饿死 我说对 我连玉米 每天冰箱都买买 对我连玉米罐头都买了 因为我怕没有青菜 是不是很聪明 那这样有疫情期间特别的餐桌仪式吗 疫情期间的餐桌仪式还好 我每天就有固定的餐桌仪式啦 就是我早上起来 一定会好好的煮一杯咖啡 然后好好的把它喝完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前一阵心脏不好 要借咖啡的时候 我觉得是在太痛苦 我平常都是靠这些来疗愈自己 那现在怎么突然出现了身体上面的改变 好像以前这些疗愈自己的方式 都不适用了 不会我就是照用这样子 照用 没有在管它 但是早上那杯咖啡是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取消的 因为就是我要 那对我来说是 它真的比较像是仪式 而不是吃早餐这么简单 我有时候甚至大家都觉得我吃很好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吃很好 大家都误会 大家看我脸说 哇你每天都吃和鱼蜂牛 谁精病谁每天吃和鱼蜂牛 怎么可能 但是我有时候甚至只是一杯咖啡 配一包苏打饼干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知道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人际 然后面对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跟自己独处 我觉得每天可以跟自己独处的时间 就只有早餐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可以告诉自己说 不管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早上都好好的喝了一杯咖啡 那移居台北之后 有没有哪一条你很固定的采满路径 其实我真的没有很有钱 大家都误会了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说 天哪小茂不是在搜狗 就是在去搜狗的路上 我有一次带我的朋友去搜狗 然后我还跟他说 我告诉你 你知道搜狗有一区是专门卖特价的 忠孝也有很多好东西 忠孝的日货比较便宜 复兴的欧美东西比较便宜 对好 但总之就是 我觉得搜狗带给我的愉快是 我有时候看完很凡人 很复杂的会的时候 如果我再试东西 我就会去搜狗 因为我会觉得 辛苦赚钱 就是要把它花掉 这是不是像你爸说的 吃不穷 吃会穷 真的 吃会穷 但是我都觉得我爸 实在是什么教育啊 真的 我不会在搜狗撒大钱买很贵的东西 买一些很好的仙背书 品质非常好的起司跟火腿 跟喜欢吃的奶油 因为我喜欢吃Ash的奶油 在工作上遭遇的一切挫折都被疗愈了 那我捏钱就是辛苦工作赚来的钱这样子 不会有无法去搜狗的时候吗 可是搜狗 我跟你们讲大家都误会了 搜狗不是只有卖贵的东西 真的哦 搜狗的龙胆石斑砂锅鱼 我这样讲完 下次我自己就会买不到 搜狗 我干嘛要告诉你 有一个专柜 它的龙胆石斑的砂锅鱼头 非常好吃才370 你回家之后放白菜 放一点豆腐 然后再放一些 然后我一定会加两颗番茄 加火锅料 它就变成砂锅鱼头火锅 如果加米粉 就变成砂锅鱼头米粉 很厉害 而且它才370 然后如果你要买起司跟火腿 大家都有微风很贵 对不对 没有 其实起司跟火腿 跟高级的奶油 要去微风超市买 它比较便宜 然后微风的奶油 有时候他们会进口 欧洲非常高级的奶油 手工奶油 然后保存期限非常短 这时候你就可以抢便宜了 真的超划算的 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微风超市的生火腿 有一款生火腿 因为我夏天会吃生火腿 然后配葡萄 然后淋一点烘酒醋 就非常好吃 刚刚有提到老师的日常里面除了有饮食很重要以外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实我小时候非常讨厌运动 因为我的体能其实比较差 就是我支气管不好 就是我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脊椎其实是弯的 我是长大以后才知道我脊椎侧弯 所以我小时候你知道妈妈对女儿都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 就是送什么去学钢琴啊 那我可以讲一个那个跟弹钢琴有关的猪肉干的笑话吗 非常好笑 你不要眼睛不要灯这么大 就是我真的从小就很爱吃 然后呢 我去弹钢琴的路上 就会经过一个烤猪肉干 很香 然后有一天钢琴老师就说 你那个手会流手汗 下礼拜跟妈妈说要买手帕 然后带手帕 然后我妈做生意很忙 我就说 那个老师说要带手帕 我妈就给我50块 就叫我自己去买 她就把我收到市场门口 她就走了 猪肉干旁边就是卖手帕 可是我就拿着那50块 站在猪肉弹前面说 我要50块的猪肉干 然后我就在楼下 赶快把它吃完了上去弹钢琴 钢琴老师就说 你的手帕呢 我说 我忘记跟我妈妈讲了 然后老师说 那下礼拜要讲 我说好好好 下礼拜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买手帕 然后我妈就说 上礼拜不是给你50块了 我说我把钱弄丢了 我就再去弹钢琴嘛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猪肉弹前面 想了三秒钟 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说 阿姨我要买50块猪肉干 我再买50块猪肉干 然后赶快把它吃完 然后去弹钢琴 钢琴老师就说 你又忘记带手帕 我说老师对不起 我又忘记了 然后再下礼拜 我就说 我要买手帕 我妈就说 我带你去买 我小时候去学跳舞的时候 我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 我每一个动作都做不来 大家都可以劈腿 可以弯腰 可以翻滚 可是因为我脊椎是弯的 所以我其实每次翻滚 都会滚出去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下腰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说 那个角度对我是不行的 我学了两三个月 就非常的挫折 我甚至没有学到硬鞋 我就说我不要学了 因为那太挫折了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做到老师希望我做的标准 上学之后 我们的体育教育是齐头式的 老师并不会因为你的体能 而有不同的安排 就是大家都要跑100 大家都要跑300 大家都要跑500 可是我的体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的体育都最后一名 然后我们小时候 我很小就学会游泳 可是我们去游泳池 游泳回来 我弟跟其他 我们都会去吃四国冰 然后我弟跟其他的小朋友 都生龙活活 可是我大概 每几天我就会开始发高烧 然后我就不能去游泳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 是很不喜欢游泳 我很喜欢游泳 我很不喜欢运动 因为我都是最后一名 而且我有次篮球考试 我还最后一名 就是你只要站在一个 很近的位置 你只要投进去就10分 然后打到篮板就6分 一人可以投10球 其实要几个很容易 就是砸到篮板就对了 我只砸到两次篮板 因为我手没有力气 然后我砸到两次篮板 然后老师竟然 那时候我高中 老师竟然当着全班 没有说 哎呦 曲心仪 你才投12分 你曲12 你知道啊 曲12这个绰号 就跟随着我 整个高中生涯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运动呢 可是后来 三四年前 可能已经快四年了 就是某一次过年晚 然后我真的吃太多 然后我太胖了 张伟雄 就这次他也是台北文学记的 其中一个语探人家 然后大哥就 我每次碰到人生挫折 就去找张伟雄 然后张伟雄 其实以前也是不运动 后来运动改变他很多 他去爬山 然后去运动这样子 大哥就说 你不要再想这些 有的没的 你就是用行而下去运动 用行而下解决行而上 你不要再空想了 就去运动 让你的身体超越极限 他就讲了很久 然后有一天我又在 撞工作撞墙 我去找他 然后大哥就说 我告诉你 今年开始就是你的运动元年 那至少是年初嘛 然后过完年我就吃很多 我就跟我好朋友说 我觉得我太胖了 我就在脸书上写说 我想要找一个健身房 然后小一点的 我想要找一个 可以让我舒服运动的地方 刚开始去健身的时候 课表 我大概只能做一半或三分之一 他们知道你是新手 他们就会说 没关系你做你能做的 然后有时候你做不到 他们会说 加油加油 做这个冲啊拼啊干嘛的 你就会跟过去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你没有做完没关系 我是新手 我是菜鸟啊 我本来就不可能这么厉害啊 所以我就从 我只能做完一半的课表 到我第一次做完 比如说要做四个round 我可能只能做完两个round 然后又做得比较慢 然后又很笨拙 然后重量都很轻 然后到我第一次做完 整个round的时候 整堂课的课表 我出完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也没发现 教练也没发现 但我那天超开心的 就是我默默的达成 我把所有的课表都吃完了 然后我一开始拿鸟铃 可能就是拿个五 我就觉得重要命 我已经健身两三年了 我已经下雨天的 早上起不来 就不小心放了教练鸽子 就是他在下大雨的早上 还去 早上还去健身 就我竟然放他鸽子这样 所以我就早去上晚上的课 他就拿了一个 十五公斤的鸟铃 说你现在就用这个 十二还是十五 他说你现在就用这个 做那个高脚背深蹲吧 但因为我早上放他鸽子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只好把他做完 所以我也做完啦 体能的累积是 你每次有做 你的身体就 我的健身房的朋友就说 身体都会记得 然后真的每一次你有做 你就会记得他 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是去跑步嘛 可是其实去跑步 一开始的原因 其实也非常的好笑 他跟健身同步吗 还是健身之后 没有他比健身早一点 是因为 我住在单身林公园附近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这附近的房价那么贵 然后我都没有好好利用 单身林公园的话 这样不就亏到了吗 我是基于某一种 贪小便宜的心情 才去单身林公园跑步 是真的是真的 因为我每次就想说 这边的房租这么贵 我不去用一点 把这边吐塌一趟 对 我不去利用 不是太浪费 所以我们现在六个 也在单身林公园 野菜也在单身林公园 跑步也在单身林公园 就是 因为我们家离里面 真的很近 离公园很近这样子 我散步一下就到了 可是我刚开始跑的时候 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健身 然后我想非常的简单 我穿了一双很便宜的跑鞋 也不是跑步穿的衣服 反正就去跑 我要出门那天 我身上还带了一百块 然后我太太跟我说 我告诉你 现在一定要带钱 然后你就是从 我那时候住在建国这一端 我从建国跑到新生 其实现在看真的很短 他就说 你不要跑那么远啦 你就是建国 不要跑到新生 你跑到一半就要折返 不然你跑不回来的话 那你就很辛苦 那你不要跑到新生 然后又往 那个和平东路跑 这样你就会 回不来很远 所以你带一百块 万一你跑不回来 你还可以坐计程车 我就说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我刚开始 可是这是真的 我的体能真的很差 所以我一开始跑 大人圣经过程的时候 我其实只能跑 四分之一侧边 而且其实从建国到新生 是最短的 长边其实应该是 从信义到和平 才是长边 所以我一开始只能跑 建国到新生 跑这跑这 我可以跑半圈了 就你知道 当我发现 我不是只能跑 四分之一 而是我可以跑完半圈 我就很开心 而且我以前跑是 跑来跑来 要走一下 跑跑来走一下 可是我后来 可以用跑的跑完半圈 接下来我就可以用跑的 跑完一整圈 那种感觉是你 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我在疫情前去跑 7.5K 最后一次跑 因为我莫名其妙 报了一个 三铁结底的比赛 我负责跑步 我要跑10K 10K是四圈 然后在90分钟内跑完 其实时间是充裕的 我们的leader就规定 我们今天要持续运动半小时 要持续运动45分钟 所以那天我持续跑了45分钟 我想说 那就跑一个小时吧 就把它跑完了 所以就跑了三圈 你知道那种喜悦是 就很难说清楚 但你就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知道你从四分之一 跑四分之一 还要带机轮车前 到科医跑完三圈 当然森林公园 然后常常跑完 我的跑姿不太好 所以我的颈骨会痛 我的颈骨会痛 然后我跑完以后 我的大腿会痠痛 可是你每一次都把 那个体能的不舒服 撑过去 然后在跑的时候 你就会不停地超越自己 那个超越是 你只要撑过去 这件事情就成了 然后你再撑一下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然后就很像 我后来就明白 张伟雄跟我讲什么了 大哥就说 你要用行而下 解决行而上 有些事情 有些人生的关卡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挫折应该过不了吧 这座高山如此的难以攀阅 可是当你用身体去 穿越那座高山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说 也不一定啊 你就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我现在去健身房 我重量还是不能拿太多 但是像我们有滑雪机 我第一次做滑雪机 做300或500的时候 我就在群组靠腰说 干我的手快断了 结果就我们有一个教练说 甩一甩就不算了 我还想说你真会说风凉话啊 可是后来我不是跟人家 做什么减肥比赛 我那一整个月 不停地在操练我的身体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花三千 间断的 老师的运动是有特别规定 每天都要哪个时段 要去做这些事 没有没有没有 本来有 本来有 但是因为我这半年心脏不太好 所以我这半年在学另外一件事情 前面健身的两年是在学超越 你一定可以拿这个重量 你一定可以跑完一圈 你一定可以跑完两圈 你甚至可以跑三圈 可是因为我心脏不好之后 我其实在练习的是喊停 或者是允许自己接受 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为了要做那个三铁接力的备战 所以有一个跑团 我第一次去跑我就跑最后一名 而且我跑很慢 因为我休息了半年都不能运动 我也不能打拳击 我也不能去健身房 我都不可以 我的医生们都不准我去运动 所以我体能非常的差 我那天跑最后一名 然后我应该要跑一公里 可是其实我那天只跑了800公尺 我就跟教练说 我今天不跑了 那个喊停对我有另外一个意义是 你就是要接受身体现在不能 因为我随身要带消化甘油 我的心脏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从学坚持到学放弃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强的人 我是很不喜欢输的感觉 所以以前的我一定不会允许 我自己是跑班最后一名 我一定会勉强自己做 就算我的身体其实是无法承受 我还是会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练习放下 书没有关系啊 跑最后一名就跑最后一名啊 我本来就有在上禅柔 就是比瑜伽更深度的伸展的运动 在台北文学记 我会跟珍宝一对谈嘛 其实他是我禅柔班的同学 然后阿宝那阵子就在那边睡念说 你身体就是不能去打拳 你干嘛一直去健身吧 你一直去做瑜伽 阿宝就在那边睡睡念这样子 但他不知道是我在那些高强度的运动中 得到非常多的快乐 然后我其实以前对自己的身体 是非常没有自信的 但我竟然可以做到 可是因为两三个月都不能去健身房之后 我就开始在想说 也许生病是在教会我慢下来 但我开始这样想的时候 医生就说我可以去运动了 因为我有乖乖吃药 我就开始去跑步 但我开始去跑步的时候 我就会为自己喊听 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很庆幸去年 或者是近年有哪些事情的发生 因为透过自己不断地与身心对话 现在看起来你反而蛮庆幸 那时候觉得不好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有一个很好的回馈 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不好的事情 并不会因为你后来体悟了什么 它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不好的事情 可以让人学到东西 有一本书我很喜欢叫 《失控的正面思考》 就是在讲说 我们什么都要用正面来思考它 比如说德尔乳癌 还会说恭喜你德尔乳癌 你人生会有新的体会 然后因为我太太德尔乳癌 所以不好的东西 就是不好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里面学到的东西 是很珍贵的 比如说像运动 我本来体能很差 然后我去运动之后 学到坚持跟超越 然后我又生病了 我又不能运动了 所以我开始学习喊停 我其实就觉得 那可能就是得到 但我还是不会把生病 认为它是好的事情 去年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经验 就是我运气非常的好 在三级警戒前去法谷山打了三天的残散 去年是七月开始三级嘛 我真的是五月的时候去法谷山打餐 然后回来之后 疫情期间 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超经 我以前就很喜欢心经跟金刚经 所以我每天超经我就会被提醒一些事情吧 他现在有讲佛经吗 前面讲一通现在讲佛经 我觉得佛经也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 是理解 理解这个人世间非常多的事情 理解变动跟不变 这几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反而都跟写作没什么关系 反而跟人生比较有关系 比如说我开始运动 镀金刚经 其实有一个写作计划 是从去年疫情期间开始的 是我今年要五十岁 过五十岁生日了嘛 所以我就开始了一个 人生中途周记部的写作计划 在放格子 就是我每个礼拜会写一篇周记 我想要记录变成五十岁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每个礼拜都会写一篇文章 因为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也想写 二十岁到三十岁 二十九岁到三十岁那一年 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写吧 因为有30 questions 结果没写 然后三十九岁到四十那一年 我也说应该写下来吧 结果没写 所以我那时候疫情期间反而也没事 我想说不如就来开一个写作计划 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 不管多忙 礼拜天晚上已经会 坐下来写一篇周记 这两年都不是太好的年啦 我觉得 你以为过不去的事情 当下会有非常多的忧愁 痛苦 内心系 烦恼 挫折 各式各样 但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 不觉得很有趣吗 就是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我有一天好像把两个通告牌在一起 然后我就快要崩溃那一天 我就写了一小段 我就写说 这件事情后来就解决了 然后我在转角 竟然看到一棵樱花树 上面有人绑了一个小木牌 上面写好运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天啊 我在一个街角看到好运两个字 你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就把它写在脸书上 然后又碰那样照片说 大家今天看到这个话 你也会得到好运 然后我就很开心 就下面就有人提醒我 吃饱睡饱人生不怕 很贴心吧 我就知道他对我都忘记了 就我自己在烦恼中 我也会忘记 吃饱睡饱人生不怕 今天谢谢曲老师的分享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心仪老师主持的《通过身体》系列讲座将在3月13日、4月24日分别与曾宝一以及郝玉祥、詹伟雄等大师对谈 现场也能免费索取日志好日2022跨年号最新刊《昂行无亚里席庚》 日志Good Day Talk是由发行人Peter Young兼致发行日志编辑室主编Mia与编辑宇军共同制作 本集《身体时时刻刻都在感知》是由宇军采访、企划、录制和剪接 如果你喜欢日志Good Day Talk 请在Apple Podcast给我们五星好评 并且在各大平台订阅收藏我们的频道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集见 拜拜